各位好 跟各位介紹的是一個自發電的 一個迷你發電機的技術 在傳統的坊間 我們可以看得到一些 手搖迷你發電機的一個 普遍的一個存在 但是這一類的發電機呢 在於能量回收上面 它是有它的應用限制的 因為它必須要做強制的一個驅動 所以呢 我們開發了一款 往復式的一個發電模組 例如說用在滑鼠的時候呢 它只要在正常的使用模態之下 你就可以在使用的過程當中 回收動能轉換成電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它的一個 回收的一個效率呢 就可以從這個電流表可以看得出來 正常的使用的一個頻率 兩赫子左右的一個網路的一個使用的頻率之下 它可以達到數個mA 足以供無線滑鼠的這個光學跟收發通訊的需求 剛剛各位介紹的自發電滑鼠裡面使用的 網復式發電模組 作為能量回收的這個發電核心這個模組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簡單的展示比較的一個教具 首先呢 您看到這邊有兩個網復式的一個線性的一個發電機 其中這一個呢 下方的這一個呢 是屬於我們研發改良的這個網復發電機 前面這一個呢 是屬於傳統的一個架構 屬於從頭到尾的一個單一個一些線圈模組 那這兩種呢 比較起來呢 單單如果看它的一個輸出效率來看的話 我們看它能夠點多少的一個LED燈 就有明顯的差別 那屬於比較改良的這個呢 它在這樣的一個慢速的一個網復 有線的一個網復行程的移動之下呢 它就可以很明顯的把四顆LED點掉 那傳統的這個呢 兩顆LED目前都不會亮 因為速度太慢 這個是它的一個發電電流的差別 單位是mAh 可以 runway 沿了 走 승